1952年2月,时任解放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的张爱萍 突然接到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的电话 电话的内容很简单 陈老总告诉张爱萍 你立即赶赴南京报道 军委决定任命你为三野暨华东军区参谋长 你到了之后,把军事工作全盘抓起来 政治部那边由唐亮负责 此时张爱萍才担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一年 是什么情况如此紧急 要把他调到华东军区总部呢 原来就在不久前 华东军区的人事安排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动 军区副司令员肃郁被调到了总参 担任副总参谋长 原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也跟着肃郁调入了总参 担任总参作战科科长 主持华东军区具体工作的人手不足 这就是张爱萍被急调总部的原因 在当时全国的六大军区中 华东军区的辖区范围很大 从北边的山东一直延伸到东南的福建 之所以这样划分 主要是针对东南沿海地区 便于统一协调沿海地区的防务和守备 应对蒋军的频繁洗扰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 当时的华东军区肩上的责任之大 中央之所以点张爱萍的将 不仅是因为他的资历功劳 能力在华东军区都首屈一指 还因为他在1949年 担任过华东军区海军的第一任司令员 对海军的工作和作战非常熟悉 当时蒋军虽然败退 但他在海峡的部署依然是公式 大致部署为以台为基地 以浙江福建一带的沿海岛链为前沿 形成一个直接伸向华东军区的攻防体系 在他们的体系中有两个核心 一个是南边的福建金门岛 另一个就是北边的浙江大陈列岛 张爱萍上任后不久 在相关同志的主持下 华东军区颁发了对解放上 夏大陈岛登岛作战的指示 打算一举解决蒋军 在浙江沿海的核心阵地大陈列岛 但方案报上去后 刚刚回国三个月的彭老总 就对这本作战计划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在朝战之前 我们和蒋军的斗争属于国内战争性质 是国际上公认的内战 但朝战爆发后 第七舰队介入 这个斗争实际上增添了与美对抗的国际因素 你们准备打大陈 越岸只针对蒋军 而对美海空军的介入没有考虑和对策 目前 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 我们应该只集中力量于朝鲜方向 对东南沿海 在战略上仍应该采取十手势 主要任务是消灭海匪 打击敌军篡扰 视情况占领一些小岛 保护鱼民生产和航运 彭老总的指示高瞻援主 入目三分 阵龙发聩 体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高超的眼光和辽阔的视野 三天后 毛主席对彭总的意见表示赞同 第一次攻打大陈列岛的计划 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了 张爱平于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 放在了与蒋军进行小规模主导争夺上 时间来到两年后 1954年6月 蒋介石提出臭名昭著的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重大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烈抗议 8月 布洛斯和艾瑟豪威尔先后发表强硬言论 同时派出6艘舰艇和160余架飞机 进入大陈海域 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毛主席做出了解放大陈岛的决策 并让华东军区讨论具体作战方案 为此 华东军区连续召开了多次作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打是必须的 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但在首先打哪里这个问题上 大家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对于这个问题 当时大家有三个方案 一是首先打大陈岛 二是先打一江山岛 三是先打皮山岛 第一种意见占大多数 第二种意见占少数 持第三种意见的更少 应该说在此次战役中 我们是占有明显优势的 大陈岛上的守军不足两万 却分手六个互部相连的岛屿 他们的正面防线长达200公里 且距离后方较远 在这里 我们完全有把握获得制空权和制海权 守军的优势在于 他们在这里经营多年 设置了大量的永久性防御阵地 各种地宝 嵌 围场 障碍物 非常完备 在反登陆作战方面 他们还是有优势的 坚持应该打大陈岛的同志认为 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经验来看 我们只要能集中三到五倍于敌人的兵力 这一仗就有很大的胜算 而我们目前无论在兵力还是火力上 五倍于敌都绰绰有余 直接进攻大陈 可以保证战役的突然性 而且 敌人的指挥部就在大陈 只要当头一击拿下大陈 其余岛屿便可不攻自破 如果先打一江山岛 再打大陈岛 实际上就是分阶段战争 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战役目标提前暴露了 给了敌人调整部署的时间 持这种意见的同志 以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 调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的 许世尔将军为首 而坚持应该先打一江山岛的同志认为 陆海作战不同于陆地作战 一个陆海作战的士兵 背后通常需要五到七个保障兵 按照敌人两万兵力计算 我们的登陆部队应该在六到十万人 这就要求我们有三十万到七十万的保障人员 再者 就算按六万登陆部队计算 一艘登陆艇可以装在五十人 一艘登陆舰可以装五百人 这样算下来 我们至少需要几百艘登陆船舰 还要配套相应的辅助舰艇 另外 大陈岛防守完备 岛屿面积大 抢滩登陆时 我们大军压上 很难第一时间展开 最后只能T4投入战斗 实际是天游战术 无法形成抢滩区域内的优势兵力和火力 持这种意见的同志 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为首 双方一时间争执不下 谁都难以说服对方 最后大家决定把两种意见都送到军委 让军委裁定 最终彭老总批准了先打一江山岛的方案 多年之后 张爱萍回忆起这件事实说 他们的方案也不能说坏 雄心可嘉 就是困难和风险大 8月27日 浙东前县指挥部成立 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张爱萍被任命为 浙东前县指挥部司令援监政委 1955年1月18日上午七时许 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和动员 一江山岛战役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经过61个小时的激烈作战后 火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 以胜利告终 一江山岛解放后 火军火炮射程已经可以覆盖大臣岛 大臣岛成为瓮中之鳖 蒋介石无奈地撤退了 他在岛上的部队和物资 大臣列岛由此彻底解放 至此这栋沿海岛屿全部被我军解放 在岛上的部队和物资产